大家平安健康 台北股市下跌91点 当然就是说 几乎所有的投资朋友们 我们看到量 4000亿不到3700亿 最主要对这个股市来讲的话 还是会有点担心 因为怕以色列跟伊朗之间 在出现一个所谓的一个冲突 往上发展的一个状况 这个部分的话 会全球股市的一个短线的一个震荡 但是我只要跟各位谈一句话 你们就知道了 在过去以来 任何地缘政治的一个情势上面 所造成的风险 全部都是个股最好的买点 这个部分其实我也一直都在注意 但是你不能因为注意这个东西 然后你手上就等于是说 没有做进攻的动作 那么在股市 你当然要主动在所谓的进攻 但是在进攻的过程里面 你如何掌握个股的前段资讯 做好布局的动作 我每天在节目中 言由在耳地跟各位谈 我希望全国投资朋友能够做好准备的 因为 机会反正就是给准备好的人 这绝对不是说是 天上会掉下来馅饼的 怎么可能 这不可能 我来跟各位谈到了赢家DNA 赢家DNA里面除了就是说 你要低阶 除了你要资金集中 除了你要掌握前端资讯 更重要的一点 你要克服人性的弱点 你没有克服人性的弱点 如何面对股市 绝对不可能迈向财富自由 人都会有预设立场 如果说股市里面都可以 靠你想象的那个样子的话 这就不叫股市 因为人生你没有办法想象 你的人生是怎么样 所以说 人生也是没有办法想象 就如同股市一样 个股的表现全都不是 你这人为的一个思考 可以得到的 你能够想到的就不叫人生 你能够想到就不叫股市 这个我之前就跟各位谈过了 好 我们先来看一看 就是说是相关的个股 我们是怎么操作的 我还是那一句话 迈向财富自由 赞次上腾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操作的一个 对所有的团队成员 操作未来的一个目标 不管你进来晚 不管你进来找 不管你资金不会大 不管你资金不会小 唯一视同仁 当然会做因财失教的动作 有教无类 你任何人进来 你说你跟了一个老师 手上有二十几档 没有关系 我帮你解决 你说你跟了好多老师 都没有办法 我说我恐向之愿意 当你在投股业里面的 最后一个老师 你说你资金不会很大 在这个地方对投股业的分析师 没有信心 全部都在点点点 那我要跟各位谈 我们的操判团队的优势 诚信专业的操判团队 全球多空音速剖析 掌握产业 各五千段资讯 筹码 精算筹码量价 结果次无不超过三档 你要迈向财富自由 手上怎么可以有 六档七档八档一百档 不可能的 来进入正题 我现在要讲的第一档 个股市 不是联雅 不是联雅 我要跟各位谈的第一档股票 也是各位你之前知道的 我一张都没卖 看一下去 9月9 4970重达出手点 75块9 76块 都是朋友们 这是我的证据 我们只有执行一个 一个价位 我们不会给各位一个很大的区间 我这个就是76块买进 成交在75块9 我绝对不会跟各位谈到了 就是所谓72块到77块买进 或者是71到76块买进 我不会这样做 9月9 各位看到的这一天 9月9号 这来到了今天 这是我的股票 老师我看到你中达的时候 好想跟着进去买 看电视的时候 我不要 那可能 那可能不行 那可能就是说 在你的信心度上面 你会被洗掉 你以为中达那么好跟吗 这一段是干嘛 这一段是干嘛 你只要做 你只要追高 他就把你洗掉 你只要追 你只要敢买 他就把你洗掉 对吧 就如同万海 长荣 阳明 你干嘛看电视做股票呢 我万海30% 我长荣15% 超过 我阳明16% 超过 放口袋里了 结果你套在那个地方 所以我不愿意讲 其实也有原因 我每次个股 攻上来的时候 其实我都不愿意讲 因为我知道 我一讲有人要跟我的 要跟我的股票吗 那你跟我的股票 运气好的话 你可能赚一点 你运气不好的话 你被洗掉 运气更不好的话 被套牢 我不喜欢这个样子 那你说今天 今天手上我的股票 好几只涨题 那我昨天在友台的节目上 我有讲吗 我一档都没讲 好的股票干嘛 自己的嘴巴宣传 自然有人知道他的好 自然知道出手买进 营收一公布的话 马上就出手追 不是这样子吗 我来跟各位算算账 我76块到117块半 这个位置是多少 76到117.5 41块半的价差 41块半的价差 幅度是55个percent 你当时 你如果80万的话 你买10张 10张来到现在 你已经有40 差不多42万了 你已经有42万了 你说你买个10张才72 就算80万好了呗 你买个10张嘛 你买个15张不就更多了吗 你买个15张 现在已经有6 将近70万了 各位你现在看 葛老师 你这个就算41块半 然后55% 跟你的联雅没得比 那你怎么知道 他未来不是第二个联雅 我没讲 你不要预设立场 认为重大是联雅 等到我讲到后面的股票 你又想到 这档股票是联雅第二 我告诉各位 我在这个节目中 我只会给各位一个结论 我要进场的个股 后面都会有利多 但是不代表 我进场这10档股票 后面这10档股票都有利多 然后每一档都可以大赚 不可能 即使这种情况 我也没办法打包票 我说的话 我负全部责任 不可能是说 你10档后面10档都大赚 没有这回事 也会有所谓的烫手山鱼 我说的很实在 这本来就这个样子 你们不是看我的节目 也就是看这个样 孔老师 你真的全球都公因素 剖析还不错 现在台北股市 站上首稳纪线 还是首稳紧线 对啊 现在就是因为 乙业之间的一个比较 不确定因素 在这个地方 让大盘没有办法扩量 没有办法扩量 没有办法让大盘 只有持续上攻 但是并不影响我们的进度 并不影响我们的进度 好 那我先来跟各位谈 什么叫掌握前段资讯 9月9号 9月10号公布 8月1.38亿 MOM 70个percent 攀15个月的高点 这是不是个利多 9月9买 9月10号公布 9月10号公布以后 第二天9月11号 当然拉涨停 第二天9月12号 差一档涨停 好 来到9月13号 96块再出手 为什么要出手啊 孔老师 为什么要出口 那你76块买了 怎么在这个地方 96块 哎 差了20块啊 你怎么还要出手 9月13号为什么要出手 因为9月13号下午 公布了这个内容 美股净利光 8月就是1块3 EPS 9月13号是礼拜五 那经过两天 9月14 9月15 9月16号 礼拜一 他怎么表现呢 他当然是涨停 这是拉出第二根涨停 9月17号中秋节 那9月18号怎么走 9月18号又差一档涨停 已经来到115的附近了 打下来到106 告诉你不要做最高的动作 9月18号拉回来 9月19号呢 那没问题 我一定出手 再出手103.5 各位这个你都看过了 你都看过 只是我不再 我没有再说过了 9月27号第三根涨停 来到今天 第四根涨停 我来到这个节目中 不是跟各位算涨停的 但是 但是很多投资朋友们喜欢听 鼠涨停的动作 我并不是想说 你看我们的 我们的497重大 我们现在有四根停办了 75块9买进的 95块 103.5 现在来到117块半 创近期的高点 这个不是我的重点 各位的重点是 为什么我都可以在前端资讯之前 做买进的动作 要掌握个股前端资讯 你要了解你的个股 它的产业的一个趋势线是怎么样 然后相关的个股 它的库存消化的怎么样 然后它上中下 有彼此之间的一个 出货的状况是怎么样 你应该要把握这个 你要掌握个股的前端资讯 你才能够对这样子的个股 留意它的压回地界布局的买点 我说过 你赢家DNA的血统 千万不要去追高帮别人抬轿 你干嘛帮人家抬轿 你看我的股票 你看我的股票有帮谁在抬轿的 你看我的股票有帮谁在抬轿的 万海 长荣 杨弥 莲雅 众达 我在帮谁抬轿 那3% 5%的我根本都不讲了 现在 4977的重大就是55%了现在 所以我跟各位谈到 各股前端资讯才是最重要的 这个各股前端资讯才是真正 我们今天能够在各股里面 能够掌握到漂亮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价差 你的价差越大 你迈向财富自由的目标就越接近 你说你这种拿明天开盘 你要去追 孔老师搞不好像联雅200多% 不要这样子做 你这样做的话 我心会很难过 因为你帮我们追高 就在帮我们抬轿 掌握产业趋势 各股的前端资讯 基本上就是说是 你要能够知道 他的一些动作 你要能够了解他产业 你还要很用功 但是也不代表就是说 很用功你会得到 他相关的资讯 我记得以前 我在上国中的时候 我们班上那个第一名 他的名字我还记得 叫陈志协 现在是我后续听到 就是说他最后是念了 阳明医科 我现在讲的是国中 松山国中 松山国中 怎么没有听过 就以前松山高中 他升级了 变成松山高中 这陈志协太厉害 你平常没看他读什么书 他每一次考试就第一名 对不对 你没有看到他在看出 他就第一名 然后之后我知道 他是在阳明医科 现在应该是医生 跟我同学 应该年纪也很大了 但是相对 你也看到很多我的同学 很用功 奇怪 成绩比我还差 我不是一个很爱看书的人 那你用功比我超过十倍 这名字 我差不多都十 十二名到十六名 我们的国中那时候是自由班 十二到十六名之间 你明明比我用功 怎么搞得还在我后面 二十出头迷 所以说这个部分来讲 用功是个好事 但不代表用功 你可以真正抓到各股的前占资讯 掌握到他的一个机会的买点 因为这里面有克服人性的弱点 你要克服人性的弱点 明明看到一张好的 这样跌跌跌 那我不要了 打动打乱了你的心 你的心就被搅乱了 所以说你就害怕了 当我们全国投资朋友看到这样子的讯息的时候 心里是怎么想的 二三六三系统九月营收1.77 月增预期被700个percent以上 年增是200个percent以上 投资朋友们 我给各位这样的数据好了 我们直接来看这样的数据好了 九月营收1.77 以前都是几千万 各位 忽然爆出一个九月份1.77 那今天看到这样子的 看到这样子的一个个股来讲的话 台北股市在当时还跌个 跌不少 对吧 台北股市当时跌了很多 这一路下跌 这台北股市 而人家就是 就是说是 一路走枪 到中厂之后所涨停 这不就是营收的一个产业基本前段资讯吗 我现在算一算 啊有系统 你这个连景 当初连电的一个所谓IC设计 中国大陆的连景 开始要营收 随时可能要并入你系统的一个收益了 各位还有很多事情你们没想到 你们知道连电的鼓励在第三级要进到系统里面 10月14号这里面等于是说第三季季报公布之前这都是系统的利落 很多东西你要念念不忘的就是说能够知道就是说是他的一个机会 我在联雅在走墙的过程里面持续不断过高的时候 我在节目中也跟各位谈有些个股啊 涨停我其实都没有讲 2363系统就是一家 这是其中一家 各位不是只有这一家 有些个股涨停我根本都没讲 其中系统是一家 来 我们来看 919 这个位置 出手 一个价位 惊吐抢阅班执行指令盘中买进62块9的系统 来吧 919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各位看到这一根了没有 926这一天 涨停 我没有跟各位谈过 涨停就涨停嘛 有什么了不起才第一根 然后下午联雅三天就连续三根涨停了 你这系统不够才第一根涨停 有什么好讲的 没得好讲的 62块9 到这一天已经70块6 我没讲 将近8块钱 今天这个我一定要讲 77块8 为什么 因为利多嘛 对不对 这昨天 10月7号下午 今天晚上的时候利多 他的9月营收1.77 月增于7倍 MOA嘛 那他今天拉涨停 那拉涨停的时候 现在我就要跟各位谈了 62块9跟77块8 差多少 14块9 24% 说实在24%对我来看小二科 因为我们2615的万海都有30% 对不对 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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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系统62块9到今天的77块8到目前为止的话你只有14块9你要用幅度来算的话不过24% 不及我们的万海30% 不及我们的万海30% 我们万海放口袋了 系统我们还要看他未来的走势 孔老师系统就联雅第二 我不会回应你这个 我早就讲过就是说如果说你认同孔祥词整体的一个诚信专业的态度这样子的操盘团队你知道我们孔祥词操盘团队的优势的话 要帮你的持股调整到最好或者是你资金部位很大要赶上进度的话你都来得及你一定都来得及 孔老师你现在有没有什么联雅第二还没有动的联雅动了重达动了 那我想的话你信任吧对吧 你要信任我讲出来才有意义吧 那你看了我从1月1号到现在节目的过程里面你应该对我都有信任感吧 那我告诉你有还没动 还没动 所以说投资朋友们今天我在这个节目当中 哇九个多月了 九个多月了 这二十几年投顾生涯来讲 我知道我在节目中我想表达什么我想表达就是迈向财富自由 孔老师很难当然很难 怎么可能每一个人都可以迈向财富自由 我就说过你资金有没有集中吗 三档你吃股不超过三档你要能够做资金集中的动作 你要了解产业吗 你要掌握个股前端资讯啊 你要克服人性的弱点啊 哪那么简单 看一档股票压回来不敢买了 一档股票涨停涨后一直不动 然后怎么样卖掉了 不要对一档个股当你看好了一档个股 你应该就知道这一档个股它就是你的机会 你不要轻易改变 那当然这个不要轻易改变也就是你真正有没有真正的深入了解它 我深入了解啊 咋呢 那有本事吃了我 联亚是一档 众达是一档 系统又是一档 我可以清楚的告诉各位 我还有两三档股票还没动 你都来得及 我说过联亚的第二档你赶快跟上吧 我说过联亚的第二档你赶快跟上 我讲过 我没有印证呢 台北股市今天下跌将近100点91点 我重达涨停创高 我系统涨停 第二根涨停创高 重达第四根涨停 所以说你会因为以色列跟伊朗之间的一个变数 那当然我也会考虑这个变数 但是问题很多个股它的位阶就在抵挡 它未来的产业它的营收就是看好 那咋呢 还是得买 还是得预先布局 你62块9的系统现在来到今天77块8 短短的时间24个percent 短短的时间14块 你说你系统你买 你买不下手吗 你爱买多少张买多少张好吗 但是你一句话 广告中电话好好地利用 他可能这通电话就对你来讲的话 是未来整体财富 未来有迈向财富自由的机会 我一直操作这个事情在做 希望投资朋友给你自己一个机会 把电话拨通 广告中电话好好利用就对了 好下个阶段我跟各位谈一下联雅 还有其他相关的个股的一个机会 广告中电话好好利用 我们先进广告 待会儿 其实会费这个问题一点都不是问题 你知道你看到孔祥词相关个股 我们的操作 诚信专业 卖向财富自由 这机会都是给准备好的人 那你等在旁边 你等在旁边 你如果资金部位有很大的话 那太好了 那你卖向财富自由的机会就更大 因为资金部位来讲的话 还是很重要 但就算你资金部位小 我们也会冲你这个地方 一定是努力 我相信我看盘 看个股的一个能力来讲的话 给我一段时间 你会得到很好的一个回应 很好的一个结果 有一个团队成员说 老师 我有一笔资金 放在三百万 放在那边 经过两个月以后 现在变一千万 我说谢谢你 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形容联雅 这一档股票 我很感谢你 他这一句话给了我莫大的鼓励 而且我们也一直是 迈向财富自由 这个目标来去真正的去 切身的要求整个团队 努力的 来看一下 先跟各位谈结果 8月6号 99块的联雅 来到10月8号 今天的335 那晚一点 稍微晚一点点是339 我用最低的一个 这个卖价了 我们出清 这个出清之后呢 这样子的价差是235块 237% 两个月的时间 那讲 就是说说明一下 就是说 你当时 不到100块 99 算100块 你30张来讲的话 是300万 300万 那你300万 335卖出 我们不要讲339了 335卖出 这就差不多超过一千万 所以说你的300万 经过两个月以后 变一千万 就这个概念 来向财富自由 300万变一千万 来 8月6号的出手 99块 今天 来看原因呢 9点21分 联雅进入 进入储置 20分钟一盘 10月25号 才能够恢复正常交易 为了资金灵活运用 联雅 现在成交在334 因为分盘交易 无法用市价挂出 所以定价 330 出清 好 投资朋友们 你如果正常的话 你是卖在这个地方 9点40分的这一盘 335块 你如果晚一点的话 是卖在10点钟的这一盘 339块 绝对量 绝对够你卖 30张 除在335 两个月的时间 300万编一千万 我也没有迈向财富自由 我还没有再讲系统 我也没讲重大 我也不讲 所谓的货柜三雄 还有之前呢 我都不讲 金利一颗 是180块的价差 169% 神盾是177块半 198% 我的联雅 已经来到了237% 235块 你资金不为大的 知道该怎么做 广告中的电话 好好利用 你希望能够展示上等 跟着孔祥词 能够达到 迈向财富自由的目标的话 一通电话 解决你所有的问题 把工作 交给我孔祥词的操办团队 就对了 感谢收看 年纪统一时间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看